邱晏翔 嗨 大家好 我是邱晏翔 為各位介紹我的一個好朋友 愛家好爸爸 郭彥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全林先生 邱晏翔的好朋友郭彥均 像我們兩個優質型男見面的話 你覺得我們應該要比什麼 當然是比雞肉 基本上像我們這種年紀的 要如何維持很好的身形 又要花一點點工夫了 所以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剪煮蒸雞餐 那你今天的主菜要做什麼 照燒烤雞腿 出道歸寶地 我當然帶來的東西不能夠太馬虎 波特宮鯛魚漢堡 好 第一次聽到了 好啦 那我們就趕快來做菜吧 照燒烤雞腿 蒸雞餐一定要有雞 雞棒腿切塊 把它放上烤盤 照燒醬 沾醬一下 是 放一點鳳梨 它烤起來之後呢 會有一些香氣 把它放在烤箱裡 180度 20到25分鐘 就在整那個烤雞腿的空檔呢 我現在要做一個蛋沙拉 蒸熟的馬鈴薯 胡蘿蔔 優質白蛋 優質白蛋 都多了 現在加這個美乃滋 翻成了這一道蛋沙拉 雞腿也好好的準備盛盤 放一點蛋沙拉 照燒烤雞腿 換我 波特姑鯛魚漢堡 我今天的食材 鯛魚漢堡排 放一點點那個橄欖油 魚排放下去就好了 波特姑 一人一個 中間這個地呢 用轉的轉調 刷一點橄欖油上去 先刷裡面 應該要加一點黑胡椒 一點甜一點吧 刷完之後把它蓋起來 然後呢再刷外面 然後鳳梨 馬鈴薯切片 放在旁邊 西波池 折成一個紙盒 洋蔥 紅蘿蔔 稍微包起來好了 靜桃漿 180度15分鐘 好好了 我們要來組裝了 波特姑 下底 馬鈴薯 鳳梨 洋蔥還有紅蘿蔔絲 美乃滋 魚排 芥末子 上底 沒有想到 鯛魚排 比波特姑 還要大 哇 真的耶 高難度 1 2 3 算了 我覺得還是集中就好了 感覺像 天上的繁星 一滴一滴 OK 波特姑 鯛魚 漢堡 肚子餓了 不想吃了 好咕嚕的感覺 對 然後裡面的那個鯛魚排 它那個味道也會非常的香 照燒雞 蠻特別的那種 好吃耶 而且這吃起來就有 非常非常多的蛋白質 Yes Good 那我們可以組個團吧 就這麼多蛋白質 那我們就叫 蛋白質南海好了 這麼直接 只能越來越高蛋白質 蛋白質南海下週見 下週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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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